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勇敢 我們看到這是什麼東西 一隻兔子 一隻兔子 那這隻兔子呢 他有一天在睡午覺的時候 他就聽到的聲音 就跳起來 大家說 趕快走 趕快走 為什麼要趕快走 他就說 他因為世界魔物要來了 大家就一直被他扶得 真的是很相信啊 就說我跟他聽到什麼聲音 然後呢 我覺得他那個聲音 大家就想說世界魔物要來了 所以所有的動物就跟他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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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中那個 裡面在管理那個動物的那個智者 就是他們比較年長的那個動物 就想不行 他們再這樣跑下去 我的這個動物王國一定會毀滅 因為他們跑的時候 就是都不亂跑 大家都不亂衝 想說 我跟你說那個世界魔物要來了 我跟你講 我們準備要死了 然後大家就說 我趕快帶你出去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就想 我們就趕快跑 但是那個智者很聰明 接著問說 你們在跑什麼 為什麼大家一直跑呢 所有的動物都跟他說 你不知道嗎 那個世界魔物要來了 他就說 那你聽誰說的 大家就說說說說說說說 我終於追溯到那一隻 最原本的就是這隻兔子 智者就跑來問這隻兔子說 誒 世界魔物要來的時候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 我不知道啊 我就躺著睡覺 然後我就聽到 砰一聲好大一聲 然後我就知道 我的生命完了 他就開始跟著大家說 你們要趕快跑 他說 那你那時候睡在哪裡呢 他就帶他去去去去去 去到了一棵芒果樹下 你們猜發生了什麼事 芒果掉下來 然後就砰一聲 然後他就以為世界過日要來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要讀的 十撒摩爾記十七章 四十五到五十節 那今天我們主要讀的是 大會打敗 哥利亞的那一節故事 我唸給你們聽 四十五節開始 我用白比較白話的 大會打敗 他 非利式人呢 他們去 要去跟那個以色列的打仗 那他們去的時候 哥利亞就跟大家說 來來來 我們現在呢 所有的人都擺在一起 擺在一起是怎麼樣擺在一起 就是我們所有的軍隊都看出來 我們哥利亞 非利式人站一邊 你們以色列人站一邊 經文怎麼說 他說他們的軍旅呢 站出來要跟以色列人打仗 所以呢 以色列人也這樣出來 那再來呢 發生了什麼事 在四十六節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的手裡 我必殺你的頭 又將非利式人的軍兵的尸首 給空中的飛鳥 地上的野獸吃 使天下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上帝 又使眾人知道 耶和華得勝不是用刀槍 因為征戰的聖敗全在乎耶和華 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 非利式人起身迎著大衛來 大衛起身盲著 非利式人的跑過去 大衛用手中的甩死 甩到非利式人的額頭 非利式人就 好就這樣倒下去 這樣大衛用甩死機 勝了那非利式人 好我大概念到身邊 一個非利式人站在他們的前面 你猜大衛會有什麼感覺 哇 等我一下 這個人你覺得他怎麼樣 哥利亞站在非利式人的 非利式人站在以色列人的前面 以色列人就是這樣 你不要來 我很怕你 因為一個這麼高的人 站在他們的前面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我們都會有一種恐懼 那恐懼是神給我們 神給我們恐懼要幹嘛 防衛 避愛危機 防衛起 你可以幫我關一下嗎 好 今天我們電腦比較不聽話 幫我按下一頁 好神給我們恐懼是這樣嗎 好你看喔有一隻手 然後呢你自己就把它想說 喔他有嘴巴他有牙齒他還有什麼 他還有兩隻手這樣看著就不用 有時候我們面對恐懼的感覺 就好像是那種被越說越害怕 但是神給我們恐懼 到底是這樣的嗎 我想就是 神給我們恐懼 是要我們預備保護自己 然後我們可以勝過那個危險 神給你的恐懼 我不知道你是哪來向自己 還是哪來勝過哪一個恐懼 我那時候只是覺得 喔我拍的不錯 然後心裡看完就覺得 喔好恐怖喔 如果是我被追的時候 那心裡有多害怕 可是你知道那隻蜥蜴啊 找到電影的時候 他只是輕輕的坐在那邊 然後眨兩個眼睛 你都沒有看到他 都沒有 蜥蜴真的比我們還要淡定 但是神給我們恐懼是幹嘛 是要給你有那個逃跑 你知道你一定要往前衝 不是給你哇看到那麼多隻神 然後就待在那邊 然後就被神吃掉 不是 神是說你看到恐懼 你要跑 你要去面對那一些 你要知道你的生命 要怎麼從那裡面跳脫出來 而不是就只是在那邊 然後啊 死啊 然後就這樣 神給我們恐懼 不是要拿來下雨 是要你跨過 跳過 然後去贏過 這個恐懼 有一對夫妻 他們對於很多的 成功的人 他們研究了四百多個人 他說 裡面的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成功的人士 除了百分之十 是真的 他從他媽媽的肚子伸出來的時候 就含著什麼 其他人 其他的人真的是 在他的生命裡面 有遇過很大的功浪 他們就這樣勝過 然後得勝 然後成功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一定會遇到挑戰 你怎麼去面對這個挑戰 今天這個經文 大會打敗哥利亞的故事 從主族學開始聽 聽到現在長大了 我相信你聽到六十八十歲 你都一定還在聽 神每次給我們告訴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相信都是在提醒我們 我不信你這一輩子從出生到現在 你只嚇過一次 沒有 在我們每一個人生的階段 一定都有我們心中的哥利亞 你不可能只是忽然覺得 喔我要上小學 這是我天大的壓力 然後這輩子你就永遠都不在怕 沒有 我相信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會遇到很多哥利亞 那神到底要在你 聽哥利亞這個故事的時候 給你學到什麼 給你鼓勵什麼 剛剛我唸的經文 他說 他說我提到的經文 第一節他說 非日式人招聚他們的軍旅要起來 跟以色列人怎麼站 他們就全部站出來 你知道嗎 以色列人也很勇敢耶 以色列人也站一排 所以以色列人心裡想說 我們也一定能贏過他 對不對 可是之後他們看到誰 他們看到哥利亞出來的時候 哥利亞多高 大概300公分 那一般的士兵 好啦最高給你一百九一百八 其實還是差了一百塊 而且對方一定是吃得很壯 人家才敢站出來 就是跟你說 我要跟你站什麼 然後呢 他們看到他的時候 所有的人就很害怕 除了這一個人 名叫做那位 他那時候其實沒有在那邊 但是他之後跟哥利亞在那邊 對戰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他只是一個固養的 他只是一個固養的 哥利亞站出來40天 每天都跟以色列人說 我趕緊說我要跟你們打仗 我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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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每天都一直聽著一個 很恐怖的人告訴你一些 我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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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慢慢的越來越躲起來 因為你知道我好像不行 那大衛呢 他就來到哥利亞的面前 其實大衛你看他這樣 他做的一件事情是 他跳躍了他 他超越了他的生命 你有曾經超越過你自己的生命嗎 今天的這個主角 你看他在幹嘛 放羊 對不對 他其實在他的家屬裡面 他是非常沒有地位的 在他的家屬裡面 大衛覺得 他們所有的人都覺得 大衛就是一個 盧臭未肝的小孩 就是還沒長大 反正就只是去送餐的 然後去幹嘛 去顧顧養就好 然後把家裡照顧好 其他可能就做不到那麼好 所以其實在十六章的時候 上摩爾要來耶穌家 耶穌就是大衛的爸爸 要來他們家高一個人 做以色列王的時候 今天你有八個小孩 有一天上帝說 我要高你這八個小孩 其中一個做王 那個爸爸完全沒有想到大衛 我猜那一個爸爸心裡 那一天晚上知道說 喔我的小孩要被高做王的時候 他一定想說 嗯應該是大的 不然就是第二個 因為比較強壯 他沒有想過是大衛 所以當 薩伯爾來到他們家的時候 你知道大衛還在哪裡嗎 他爸爸根本沒有叫他回來 他還在外面顧養 因為他的爸爸也覺得 那種克里希怎麼可能會是他 一定是他其中這些哥哥 所以大衛其實在他的家裡面 他非常被看不起 那再來除了他爸爸 可能絕對沒有很重視他以外 誰也沒有很重視他 他的哥哥也都對他不好 他的哥哥 當大衛在要送餐 去給他的哥哥的時候 他的哥哥對他發脾氣 跟他說你在這裡幹嘛 你為什麼要在家裡面就好 之後大衛跑來跟哥利亞打仗的時候 哥利亞就這樣也是一樣看不起他 他說你拿仗到我這裡 我豈是狗嗎 然後他說你來吧 我要把你的肉給空中的飛鳥 還給田裡面的野獸吃 他跟他說你來就打仗 我一定給你死的很慘 我就把你的肉給那個小鳥吃 然後把你切幾塊分給那個野獸吃 哥利亞也看不起他 所以從他的家裡面 從他的哥哥 還有從他面對的對手 沒有一個人看不起他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曾經被看不起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一定都有幾個階段 你可能會被人家看清 不管是你在領導別人 或者甚至你在家裡面 或者是你在關係上面 你的技術上面 有時候人家都會想說 他哪有怎麼樣 我在當成學生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真的滿受傷的是 女生特別的辛苦 人家都會覺得 那你是女生啊 所以 你以後呢 就不能去找那種 鄉下的教會誤會 因為太危險 所以我曾經有一次 在遇到 某一個基督徒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覺得 你以後一定不會去哪裡哪裡哪裡 我心裡有點難過 是 我覺得我們怎麼可以 設限神的作物 上帝要怎麼使用我 我並不知道 但是我們不能設限神的作物 你在某一個階段 你一定曾經被看清過 那你就這樣被看清一路到底 還是你知道 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是要做一件心事在你的身上 在大衛的生命裡面 我們看到他有三點 第一個是他愛神 他愛國家 他也愛家人 他怎樣愛神 當他要去跟人家打仗的時候 他跟他說 你來 是靠著你自己的工具 我打你是因為 我靠著神 而且他跟人家說 欸為什麼這個菲利斯人 這樣罵我們的國家 為什麼這樣欺壓什麼百姓 大衛知道神的心力是什麼 第二個他愛國家 他說 我一定要保護我的國家 第三個他愛什麼 愛家人 雖然他的家人這樣欺負他 你這張經文的十七節怎麼寫 他寫說他的爸爸叫他送 餐去給他的哥哥吃 順便問他的哥哥好不好 大衛為什麼要送餐去給他的哥哥 欸我哥哥討厭我欸 幹嘛要去 他的爸爸吩咐一下大衛就去了 大衛去帶著什麼危險 大衛還很年輕欸 而且他又不像那些有經驗的人一樣 他是空手就去到那麼危險的地方 以前的人 只要你要去那個打仗的地方 你只要沒有穿好你的drip 其實你去都是很危險 大衛就這樣為了他的家人欸 他的哥哥他可以不要去 他就這樣 因為他愛神愛國家愛家人 他就這樣去到那裡 我相信大衛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時常知道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 所以他其實在這個危機裡面 我們看見他有一個很大的信心 你看到這些人 你有什麼 你覺得他們有什麼感覺 哥利亞站在他們面前的時候 他們就是這樣 這麼的驚訝這麼的慌恐 如果你回去再看十七章 上帝有記十七章整節的經文 他裡面有提到幾節經文是 他們非常的害怕 少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這 非力士人的話就極其害怕 他聽見他什麼 我要來打你們 我要攻擊你們 我要跟你們征戰 所有的人就極其害怕 只有害怕這一次嗎 沒有 以色列人又看見哥利亞出來的時候 更害怕了 他說就逃跑極其害怕 以色列人其實非常的害怕 在這一件事情當中 他們心中的上帝都不見 他們只有看見 在我眼前裡面有一個巨人 而且他超大的 神在哪裡 其實神就在他們當中 但是他們有看到嗎 沒有 但是在大衛的身上 他看見什麼 我看見神的作為 而不是看到這個哥利亞 所以你在遇見困難的時候 你是一直看到那個困難 還是你看見神在你身邊 有更大的事情要承受 大衛怎麼說 人都不用怕 你們都不用 因為那個飛機士人在那邊 這麼的驚慌害怕 你們都不用膽怯 因為神跟我們同事 所以大衛要甩死的時候 我們來念這一句 我們一起來念 大衛為飛機士人說 你來攻擊我 不是包著包鄉和攻擊 我來攻擊你 是包著完軍制耶和華的命 就是你所孤馬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 好再來 你看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 我必扎你佔你的頭 又將飛機士人軍兵的尸首給空中的飛鳥 地上也咒吃 食谷天下的人都知道 不是這臉中有神 好大衛就這麼有信心去跟他對抗 你覺得飛機士人看到大衛這樣 他會放他一馬 他會想說反正他那麼小 不會 飛機士人是很認真的去跟他打 然後大衛知道說 他必將你們交在我手裡 所以大衛也非常有信心去跟他對抗 他們怎麼對抗 飛機士人騎車贏著大衛前來 飛機士人真的要來跟他打囉 大衛也怎樣 反正也沒在怕的 他說怎麼樣 起碼跑去跟飛機士人就跑去要跟他打 可是你猜這一場對抗 多久就結束了 一下子就結束了 為什麼大衛人贏 大衛用了一個他的甩死的 打中的那一個飛機士人 大衛為什麼能不能贏 因為大衛其實很會跑 大衛把他的食物帶來給看守的人 就跑到他哥哥那邊跟他哥哥問安 再來飛機士人迎著大衛前來的時候 大衛急忙跑到他的面前 其實大衛是很會跑的 他在他們家就是跑腿的 因為他必須跟他哥哥送餐等等之類的 然後他可能在顧養的時候 養如果快跑出去的時候 我相信大衛也是在後面做 大衛其實是很會跑的 這是神給他一個恩賜 第二個恩賜是什麼 大衛在甩那個石頭的時候 以前的霧陽人其實很會甩石頭 他們甚至連天上的小鳥有時候 真的比較厲害的人都能甩下來 那他們甩石頭的功力呢 比那個投手更好 所以今天如果他們來當投手的話 他們應該會表現的 在大衛生命裡面 神給他兩種恩賜是他很會跑 他也很會甩石頭 所以他就這樣甩出去就走 今天你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看見神給你什麼樣 是給你這樣甩石頭出去嗎 還是你遇到恐懼就快點躲起來 今天我會講這一段經文的原因是 我知道神在我們任何的時間 都為我們預備好那個拯救 這段經文其實很精彩 如果你細細的去讀這一段經文 大衛早就知道神會拯救他們 大衛說 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跟熊的爪 也必救我脫離這個非世人的手 他知道神要拯救他們耶 而且還不是說一次 他說他必將你交在我們手裡 他說了兩次 這個人我不知道大奧家會不認識他 他的名字我忽然有點忘記 他就是廣告那個 如果不是萬歲牌我不吃的喔 之前應該大家如果看廣告 你們應該都有看到 那你就會覺得 喔他會拉小提琴 而且他音樂很強 然後上個禮拜 他在網路上直播了一段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就哭著跟大家說 我現在好想哭喔 我的心情非常的難過 然後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就是很憂鬱 他覺得他的家人都沒有在他的旁邊 他說別人都以為我們很喜樂很快樂 但是不是 其實我們也會有這麼想哭的時候 這兩個人的對比差在哪裡 差在我們都以為 你如果不看他這樣 其實我一直以為他是一個很喜樂 很健康很陽光的人 他自己也承認說其實他是 但是他有沒有軟弱的時候 有 神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時候也會給你這樣 不是萬歲牌我可能不知道啊 然後但是也會給你這樣哭泣的 生命是在我們每個人的境遇裡面 當你遇到這樣的時候 你是怎麼去勝過 我相信你是在最軟弱的時候 你可能手中什麼都沒有 可是你如果細細讀聖經 所有的人贏過很偉大很強壯的人 其實他們手中都沒什麼 大衛伊波哥利亞他手中是什麼 九頭 石頭 五顆 然後這一個人摩西帶領所有的 以色列人出貨牌 那麼偉大的一件事情 他手上拿的是什麼 一根杖 他們手上拿的是什麼 很多的很偉大的東西嗎 沒有 不動倒不動起來 不動病 神就給他們在很多困難裡面得生 所以你在很困難的時候 你看見什麼 看見神的大能 所以你要時常以信心宣告 人都不應 那非力士人膽怯 他會說 你們都不用怕啊 他跑去跟嫂樓說 我要去跟他打仗 嫂樓說 你不行啊 你這樣這麼小 你又沒經驗 人家都是以前都開始打了 他會說 你都不用怕 我以前就打過獅子 打過很壞的熊 嫂樓說 好 好 那我這件衣服呢 我的軍裝給你穿 嫂樓其實很聰明 為什麼很聰明 因為當大衛真的穿著去 大一二嫂樓這麼說 齁 當然是我那一件 你穿我的頭盔啊 還有我的鞋子啊 所以帶給你這麼大的力氣 嫂樓有可能把所有的功 都歸到他自己的那些軍裝上面 還好大衛沒有穿 大衛說沒有 我靠著耶和娃給我的那個力量就可以 所以 嫂樓對他說 你可以去嗎 大衛給嫂樓什麼感覺 在所有的人都失望的時候 大衛跳出來說 你不用怕 我相信你一定很愛這樣的朋友 在你很擔心的時候告訴你 你就不用緊張 你看見上帝的作為在你身上 你看見神告訴你 你一定可以 所以你在很難過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信心 跟大衛一樣 聖經裡面有很多個人 這個千夫長 他的底下的人生病了 他跑去跟耶穌說 耶穌啊你來醫治他 耶穌說要去嘛 他就說你不用來 只要你一句話就必好 耶穌跟他說 你這個信心是很大的喔 然後再來 有一個寡婦 他跑去跟耶穌說 我女兒就是被圍復很苦耶 耶穌本來不想要理他 他說把餅丟給那個狗是不好 但是不值得啊 但是他說 狗也是他的主人上 掉下來的睡渣了 耶穌怎麼說 耶穌之後就去理治他的人了 他說你的信心是非常大 他說你的女兒必定好就好 神在我們的很多東西上面 都提醒我們 我們要有信心 最後一點 大衛向著標竿子堂 怎麼會說大衛向著標竿子堂 這一節經文其實 這一段十七章真的寫得很好 來我們一起來念喔 好 以色列人彼此說 這上來的人已看見了嗎 他上來是要向以色列人罵著 好 若有能殺他的 王必殺是他大財 加自己的兒女為妻 並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大人當財 有沒有好處 你知道大衛去那個地方聽到別人怎麼說 有殺他的王 有大財喔 然後呢 還有給他女兒為妻 再來和他爸爸 就不用納稅了耶 大衛聽到你猜他怎麼樣 心裡蠻開心的 大衛做了什麼事 他又問了一次喔 他說大衛站在旁邊問那個菲利斯人 如果除掉這以色列人的死路怎樣帶他 其實大衛已經聽到這句話了 所以他就又問了一次 欸 若殺掉這個人會怎麼樣 好 問了這一次夠嗎 不夠耶 之後呢 然後就是百姓就照這樣回答 若殺這菲利斯人的必如此如此如此 如此在他 那他問的夠嗎 不夠 他的哥哥罵他完之後 他馬上又跑去旁邊問別人說 欸你可以再告訴我嗎 如果喔 殺他的人會怎麼樣 然後百姓又怎麼樣 知道嗎 先前的話 如此回答他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有跟大衛一樣嗎 我知道我是靠著神爭戰的 但是我心裡有沒有 也想給別人按讚一下 有沒有 我是不是也能得到一些鼓勵 就跟這個小baby一樣 很需要旁邊有人給他鼓勵 大衛知道欸 我做這件事情 好像會有好處喔 大衛雖然是很神聖 但是他跟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他也希望他能得到別人的肯定 跟別人的讚 所以你覺得聖經裡面的人 離我們很遙遠嗎 沒有 他跟我們一樣 他也需要別人的肯定跟讚 所以大衛就自己設下一個目標 他知道我也可以朝著這樣前進 他就去跟那個菲利斯人攻打 有些人都會覺得欸 大衛是一個展現一個很神聖的 然後這節經文就跳過去 其實大衛在神聖裡面 他也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在你的人生裡面 你也有可能會遇見困難 但是我知道你要衝過去的時候 你一定也會知道 當你衝過去的時候 後面一定有人給你拍拍手 你就會更有信心 所以你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盼望我們也可以去想想看 那個困難能帶給你什麼鼓勵 能給你什麼樣的祝福 你就會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你會更有能力 最後 他就這樣合勝 回想一下這段經文 哥利亞那麼的強壯 大衛那麼的軟弱 他是誰 就使用大衛在那裡面農掉時 最後 盼望你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也可以像這個人一樣 帥帥的站在那裡 後面就有神的手伸出來 然後 你就要可以很強壯的 在每一個困難裡面 得勝榮耀神 我們要一起來唱今天的回應十 榮耀玲昏招 在你的生命裡面 因為你有像大衛一樣 這麼的 被人家看不起 那件事情 別人一定想不到 是你能做 那就是神受 你的社會 每件事情在我們的家裡面 甚至在你的公司裡面 你要領導人的時候 有時候你底下的人是非常看不起 甚至有時候你的孩子 根本都不聽你的話 但是神說 不要忘記 在每件事情上面 都有呼召 但會看見他自己 他知道他有一個神使用 所以他就出了 他知道大家都不行的時候 他用信心宣告 怕問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用信心宣告 我們一起來唱這一首歌 我來獻 силь 将自己献上当作火器 将去圣剑归装冰淇淋 以往生文归笔从主教管我 使我瓦琴装卖过大能力 将自己献上当作火器 将自己献上当作火器 做出圣剑归装冰淇淋 以往无人归笔从主教管我 使我瓦琴装卖过大能力 将自己献上当作火器 做出圣剑归装冰淇淋 以往无人归笔从主教管我 使我瓦琴装卖过大能力 抗击双摆滇赡美你Houso 全心全人都为你的耶稣 你身体莫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挑战之中 抱着双手在美丽抹出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你身体莫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挑战之中 我们回到学人面前 你是不是在课堡里面跟随耶稣 你是不是在课堡里面 知道有一个神就像最后一张图片的时候 你知道有一个轻重的人站在你后面 给你满满的力量充足的力气 让你去面对前方的挑战 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来不是靠着刀枪 而是靠着万军之夜的话 你能这样留待得像一个困难圈 神说他带给你不是败缺的事 这世上有苦难 但是耶稣也说 我已经胜过所有的苦难 别人像他是蜥蜴一样 虽然旁边有好多人等着要攻击你 但是你让人淡定的往前跑 努力的跑向神给你 追求一个安息之处 回到神的面前 重新得着力量 回到神的面前 重新知道祂跟你同在 回到神的面前 看见你的最美的盼望 是神给你的 你的高举双手 赞美神 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 用大量的主持人 我们一起来唱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真心确认 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义 我主荣耀的苦衷 勇敢的一生 就要关心的路 你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随心全人 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义 我主荣耀的苦衷 勇敢的一生 就要关心的路 高举双手 赞美我主荣耀的苦衷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我主荣耀的苦衷 全身全人 都给你耶稣 我主荣耀的苦衷 我主荣耀的苦衷 全身全人 我主荣耀的苦衷 我主荣耀的苦衷 我们要谢谢 这段机会 我们或许从长就天到大 但是时常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好像还是用心 所以神你每次 透过我们读经的时候 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上帝 你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充足的力量 你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不一样的恩赐 让我们去战胜每一个困难 在困难里面 我们必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丰富的恩典 去面对那一切的提侦 我们要与神同行 我们要跟随着耶稣 你给我们爱的恩典 谢谢主荣耀的荣耀的时候 的书记录生 我们和你们 请坐